我们今晚非常重要的压轴大戏了 2020中国金球奖的最终悬念就要揭晓 相信李铁知道一定很期待这个奖项的揭晓 那么入围这个奖项的三位球员 吴熙 吴磊和韦世豪都是现役的中国男足的成员 接下来我们通过VCR一起来了解一下 2020年三位候选人的一些精彩的瞬间 2020中国金球奖候选人 吴磊 皇家西班牙人足球俱乐部前锋 中国国家队成员 2018和2019年度 中国金球奖获得者 作为目前在海外联赛效力的球员代表 吴磊在2020年的各项赛事出场38次 攻入五球 继续在伊底利亚半岛上 书写着中国足球的新记录 维士豪 光州恒大淘宝足球俱乐部前锋 中国国家队成员 经过近几年的魔力 维士豪已经成为了本土前锋的优秀代表 在2020赛季 维士豪共为广州恒大淘宝队出场14次 以九力进球排名本土射手榜第一位 维士豪展现了犀利突破和上架射数 将成为中国国家队在市域赛道路上的重要武器 无锡 江苏苏宁足球俱乐部中场 中国国家队成员 2020赛季 作为江苏队中场合金的无锡 发挥出色 在25次出场中 他交出了三亿进球和一次助攻的成绩单 作为江苏队的队长 无锡率领球队在中超联赛一记绝尘 将属于江苏足球的首个顶级联赛冠军奖杯高高举起 2020中国金球奖候选人 吴磊 唯士豪 无锡 激动人心的时刻来了 李铁指导也已经站在了中国金球奖的奖杯旁边 他究竟会把奖杯颁给谁呢 我们一起通过屏幕来揭晓悬念 获得2020中国金球奖的得主是 吴磊 让我们恭喜2020新科中超冠军江苏苏宁易购队的队长吴磊 成为了2020中国金球奖的最终得主 让我们有请吴磊上台 请李铁指导为吴磊颁奖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